9间大行中资也有 外资也有 我不详细说 最多大行推荐的票王 怎么说呢 大行每年都会有明年推荐的股份 当中比较最多大行推荐的其中一只股份 就是腾讯 刚才说到700 当然监管也会继续影响行业 但在行业里面腾讯的影响可能相对比较小 还是看好它的发展 因为内地没有可能放弃科技或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例如特别选择腾讯 我想有这么多行选择腾讯 因为腾讯始终都是在成份管里面最重磅的 还有很多时候其实它都很影响着整个指数 所以我想有机会有些行会觉得 可能下年如果假设要移动市场上来 那变成腾讯的需要是强一点 所以达它我想都是比较合理 连带友邦其实都算是 因为它两个都是在成份股里面占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这些行业选择这些重磅股 其实是合理的这个方向 而腾讯刚才也很同意你说 始终选择它 就是选择得来 而不选择其他可能新经济股的主因 都是觉得它严目上都相对还是比较硬朗 因为当然我很同意大方向 其实内地所谓的监管又不是要弄死整个科技行业 因为其实这样说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所以是想令它们有个整顿 或者增长是更合理的 所以年代买以腾讯来算 本身的好处 真的如你现在看到 就是它的上乎是比其他的 例如亚农、亚农、美团那些 偏向比较单一一些业务 腾讯会比较宽敦一点的业务 所以这个东西又会双回到 在这一刻 特别是过去的大半年 虽然全部新银货都会塌当 塌得很夸张 但如果几只ATMX 来计算 其实腾上算是比较少的其中一只 就是比较硬硬一点 如果没有月初 还是跌了两成多的 其实不是太夸张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刻 选择它 又觉得算是新银货里面比较稳 那也比较合理的 但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觉得看法上 下年可能稍微乐观一点 有机会做一些估值上的修正 但腾讯真的要一下子回到之前 比如刚才你提到年头最高700多的位置 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 应该都几几 但我想所谓的修正 可能去到大概500多元B这些位置 500多、500这些位置附近 我觉得有这些机会 所以暂时来说 其实如果以重磅股里面来计算 腾讯的确都算是可以稍微乐观一点的股份 是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